有民众参加2022年马拉松比赛填写报名资料 依规定填写个资并缴交身份证 但是台北市政府却没有保护民众的资料 竟然可以公开搜寻就可以查询到民众的个资 包含驾照、重大伤病卡、教练证、电话号码跟通讯地址等等 其中最严重的是直接找到民众干净 无打马赛克的身份证 北市资讯局回应说是有局处误将申请文件上传 已经在市府的网站平台目前已经下架 上午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产业数位应用博览会开幕式 对相关的问题也是不予回应 许出话痛批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私信局甚至变称说要技术搜寻才能搜寻得到 问题是民众就是在网站上随便打了关键制 就可以找到看得到身份证 痛批就是让整个蒋事府成为诈骗集团的帮凶 后续也将严格的督导各局处 不可以再上传敏感文件在公开网站以维护各自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